狼队对阵MRC的第二局上半场 为什么我在说这把会打女巫呢 因为这个阵容女巫其实是能打的 女巫 算了 看一下吧 破轮其实也不错 因为破轮抓心理 然后破轮防野人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圆都不知道该怎么圆了 这把小陈这首破轮 仔细想来想的话呢 如果说从阵容的一个难易程度来讲 确实好像要比女巫好打一点 因为你女巫的话呢 这边 算了不说了 不说了 我只是因为可能考虑到小陈 她的一个女巫的一个强度啊 所以说就有点迷之自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呢 就是兄弟们以后讲话一定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上来滚野人 不找一找这个心理吗 这边追野人是认真的吗 因为你虽然说这个野人 破轮是相对来讲比较克制野人的 但 你也可以看到野人这边一速起 一速起来以后 他 交闪 夹子封口 砸击一颗球 但是有夹子啊 夹子压住位置的话 这边一刀该带走带走 想来帮忙扛刀 没能成功 你们知道吗 当个解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你以为你对于游戏 对吧 多看两把游戏就能当解说了 当解说 你看看有风险的好不好 话不能讲太早 稍微早那么一秒钟两秒钟 好了 脸都给你打肿 你得脸皮够厚 这个时候你得会圆 怎么圆呢 这一波人救下来以后野人齐猪 好 一刀打在杂技上面 小陈这边的话离二级还差一丝丝 没有戏谑 没有戏谑 他这边抓这个野人就没有那么容易 选择反手来抓这边的杂技 一滚 这边的话没有戏谑的 这边小陈这个切形态切的有一点点太快了 他觉得滚上以后 只要就要悲观了 但是没想到杂技这边有之后飞轮 那呱呱这波属于是力大功了 这一波救下人来 没跳过去 这把挂上人以后直接起轮形态找野人啊 他现在是二阶的破轮 挂上 通知到野人了 好 小陈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 滚野人 不要管杂技 做防守吗 做防守不好吧 野人在哪里啊 野人呢 野人被通缉到了 野人的位置 看下11 11的话在 好像是在小房 小房那边还是哪里啊 这里看大约还有一块磁铁 再拖你一轮 再来 因为他当时去管野人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野人其实不是那么好牵制一个二阶破轮的 不是那么好牵制一个二阶破轮 现在的话这边 野人骑着猪过来了 手里还有个博命 那边的话心里去补机子 看大约这边存磁铁还能打架 还能扛刀 但凡捞下来有这个博命 现在看大约这边干嘛 就卡血线吧 前摸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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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血 一个戏谑 夹子夹中 一刀打 打中野人 那没办法 这波博命上不了 要不要先把这野人挂上 丢个夹子 追杂技追不了 这杂技追了 你交闪现一刀 密码机都亮了 挂野人 通级到的是杂技 杂技这边的话应该是不会再过来了 移情 移情给勘探员 保证勘探员是一个满状态 一刀不倒地 杂技这边过来先吸引一手 那边的机子88 交闪赶不赶 骗飞轮 赶闪赶闪 这边机子 这边机子97 98 99 夜波亮了 我真觉得刚才那波不要管杂技 管野人会不会好一点 主要我刚没看清楚野人在哪里 戏削 被关爆 人挂飞轮形态 赶过去门再点 这边选择不挂了 先看大门 大门这边没有人 胜利的号角 戏谑CD美好 他悲观把野人打下来 悲观CD美好 这么打 假作一刀 还行 还行 这个 但这野人是挂飞 野人是挂飞 野人是挂飞 他就不能挂挂的 砸进那边跳地窖 小陈这一手很细 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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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知道这边是地窖 这一波的一个选择 多少人当时会选择去把野人挂上 再回头打 再回头打 野人起来了 待会儿 勘探员 一滚 滚上 要补一个戏谑 不好说啊 这波主要砸技能走了 这砸技能走 应该就偏向于三跑了 为什么呢 破轮的挽留快结束了 这个勘探员 你想凭地刀带他 小陈那边应该是想给勘探员 勘探员补个刺什么的吧 野人这边拉开范围 你打不到我 你悲观不到我 还有个飞 飞轮 这把我在解说什么东西 我怎么感觉 真正的 完了 他们还要打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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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